开设双色彩绘课程相当有名的胡适贤 他是住在台湾的越南新住民 六年多前他原本只是兴趣 开始在网路上自学 想不到累积越来越多的粉丝 后来开始了教学的工作 工作是摆满了胡适贤老师的作品 除了他擅长的双色彩绘 还有后来找老师学习的各国绘画作品 很难想象六年前 他是靠网路自学开始的 就是因为一直上网 看就是找歌 突然就会找到指甲 指甲说哇他们画好漂亮哦 然后就想 我就想来试看看 就买材料啊 买原料买什么买笔嘛 回来画画 画的半死画的不出来的 完全失败 对但是我是想 没关系啊失败就失败嘛 那我就继续 所以后来我就自己研究了 那时候没有钱去学什么的 因为没什么的 就 研究一朵花 我画掉了六个月整整不睡觉 就是晚上可能睡三个小时 这样因为白天我上班 晚上我研究 六个月才画出一朵花 刚开始只是针对有兴趣的民众提供道府教学的服务 后来在前夫的建议下 花掉了自己大部分的积蓄 在外面租了一个小空间 那时候我做了一年 就是拿东西到人家去教的那一种 然后那时候我的前夫还没离婚吧 他就说你还是住一个房子 房间啊 在外面是一个各家的 去在那边住吧 我想哇 怎么办 等到没有随身 我就死定了吧 从一个小小的家盖套房 到现在拥有屏数更大的工作室 除了让学生可以在更舒适的环境学习 也让他有更多的空间 摆放自己的作品 记者房间凯琳景云新北市采访报导